中國疫情衝高峰 後世行情該怎麼做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這集的操盤手之路 我是謝忠林 2022年的11月底 中國歷時三年的動態清零政策 終於在爆發 白紙革命之後退場 不過誰自來的就是 全球過去都有的共同經歷 疫情高峰期 根據中央社的報導顯示 中國在12月20號以前的 每季確診數已經逼近2.5億人 中國防疫專家吳尊友認為 隨著接下來的中國春節和節後的反空潮 這次的冬季大概還有兩波疫情 而隨著中國疫情逐漸邁向高峰 除了勾起我們過去痛苦的回憶 相信同學們也都很難忘記 當時帶來的巨大影響 而這些影響也同樣在現在 也外移到金融市場 因此這集操盤手之路 就帶大家深入聊聊 在中國疫情逐漸走向高峰的時候 股市會有哪些題材發生 而中林又在看哪些個股 開始前同樣的訂閱按讚分享 先幫中林點下去 謝謝同學們的支持 過去台灣在疫情邁向高峰期的那段時間 不管是做口罩的 做快篩試劑的甚至兒溫槍相關的MCU晶片廠 都經歷過一波漲勢 但是這次中國疫情來的又急又猛 快到連這些防疫物資都還來不及用上 當下最缺乏的反而是處理染疫症狀的退燒藥 同學們你們能想像嗎 原本一瓶人民幣15塊 相當於台幣70塊左右的退燒藥 在中國的黑市竟然飆到人民幣4000到5000塊 相當於台幣將近2萬塊 可見當地的藥物真的缺到一定的程度 當然中間還有一些黃牛 甚至不良廠商囤貨造成的問題 不過中國這波缺藥草 甚至讓我們連台灣都出現了搶購草 截至中林錄影前 台灣的衛福部已經在考慮要再次的實施實名制 就是害怕台灣也出現缺藥荒 我們再把目光拉回到台北股市 相信有持續關心市場的同學都知道 近期台股最熱的就是製藥業 像是松類藥 劍橋這些 當然對應的就是中國這波的缺藥草 不過大家最想問的就是 這些類股現在還能追嗎 在這邊我明確的跟大家說 不是不能追而是不建議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這些製藥公司主要是生產解熱止咳的藥品 但這類藥品過去因為進入門檻真的很低 只要拿得到原料很多的藥廠都會做 所以股價在之前它是屬於長期低迷的狀態 雖然現在因為短期市場供需失衡有了一波的時機財 但這種時機財來的快去的也快 簡單的說就是類似之前的口罩概念股 第二這些股票都已經反映了一大段 也許未來還有行情 但是就如第一點說的 這只是短期的供需失衡 所以這種漲勢也可能隨時翻轉 因此鍾琳覺得 比起短期的退燒藥的議題 一個理性的操判人 反而會把目光放在更長期的抑後保健 甚至美容商機上 相信有確診過的同學最清楚 即使在染疫後快篩轉陰 但是新冠帶來的後遺症少則一個月 多則三個月以上甚至更長的都有 然而不管後遺症的時間有多長 經過病痛後的人最能體會健康的重要 自然在不論疫後的修復或是平日的保養上 就會把更多的心力放在保健問題上 與此同時疫情也帶來消費習慣的改變 特別是在疫情時間 太多人在近距離接觸生離死別以後 把握當下就成了漸漸取代過去的要儲蓄 要為退休做準備的消費習慣 因此有更多的人 特別是女性 開始更願意把錢花在美容上 當然也就讓相關的業者 有機會出現一波長期的商機 而在台灣的保健美容類股中 我認為有三檔值的同學們做留意 分別是1707的葡萄王 4137的利豐KY和8436的大疆 首先我們看到台灣保健產品的直銷龍頭 1707的葡萄王 公司最近的消息是 11月營收月增36% 同時沖上歷史新高 根據公司自己表示 11月營收創新高的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母公司葡萄王的保健品代工 創下單月歷史最高的成績 第二則是子公司葡重表現非常亮眼 營收月增年增一起都是雙位數的成長 因此在母子公司聯手的情況下 才讓公司有大躍進的表現 由此可知 目前公司的營運狀況是在往上衝的情況 然而說起葡萄王這家成立超過50年的老牌公司 過去是以康貝特這款提神飲料起家 在當時全台甚至一度擁有7成的市占率 不過隨著保利達等競爭對手出現 也讓公司的營運開始一路走下坡 公司的轉機還要縮起1993年成立的普通 當時創辦人因為看中了營養品市場 在經過5年的摸索以後 終於在1998年用直銷的模式帶領業績一路成長 更在2012年成為台灣直銷的龍頭 截至今年為止 蒲仲佔了葡萄王八成的營收 所以同學們要特別留意 我們在觀察這間公司的時候 蒲仲的會員人數就是影響公司最大的因子 而今年蒲仲受惠於會員人數持續成長 再加上會員的平均消費也在增加 帶動業績成長9% 同時公司在上海葡萄王的代工業務 因為中國解封而出現了營運反彈 相信在疫後保健需求帶動下 這塊業績還有機會再成長 再來我們看到4137的利豐KY 說起這間公司可能很多同學對它印象不深 不過說起克利提納這個名字 大家應該就比較知道了 截至2022年的10月為止 克利提納這個品牌在全台已經有219家的門市 在中國數量更是高達4479間 累計全球4969間的門店數 以美龍沙龍為營運主力的利豐KY 營運除了跨入有平台的電商以外 近期還發展亞普利德這個醫美中心 目前在中國已經有6間診所 但同學們如果要觀察公司的獲利狀況 其實只要追蹤它的展電數就好 根據公司的法說資料顯示 在中國開一家克利提納 加盟組至少要投入70到100萬的人民幣 同時加盟以後 如果一段時間達不到進貨標準就會被取消資格 而根據過去的經驗來看 加盟第一年的店家 單店平均大約可以貢獻18萬的人民幣 因此要看利豐的業績好不好 就看門店數量這類誠實豆沙包 不過老實說 公司今年確實有受到中國封城政策的影響 讓營運不如預期 累計2022年的前三季營收是年減19.9%來到30.15億 稅後盡力更是比同期大幅的衰退52.2% 不過股票是看未來 隨著中國政策鬆綁 利豐除了在2023年會持續的提高客單價以外 還有持續展電這兩個營運策略 還定下營收要成長一到兩成的目標 我個人是期待中國在疫情後的美容消費市場 因此也分享給同學們追蹤觀察 最後我們看到8436的大江生衣 公司主要以保健食品的CDMO代工為主 營運模式跟前面提到的葡萄王 還有3205的百元是類似 公司除了保健食品的本業以外 近年也持續的透過購病或是設立此公司的方式 拓展營運版圖 包括入股1783的核康進軍醫材的CDMO 成立大江基因鎖定我們在12集 跟大家分享過的細胞治療 和大江生活這類機能食品的零售市場等等 根據第三季的區域營收佔比來看 中國和歐美兩大市場就佔了公司超過8成的營收 所以追蹤歐美以及中國兩大市場的狀況 就能判斷公司的表現 以歐美來說 本來公司預期在購病美國長以後 每年可以為公司帶來8到10億的年營收貢獻 不過因為產線的運作效益比原來預期的慢 所以2022年每季營收只貢獻原先預估的十分之一 約1億左右 而我這裡得到的最新消息是 公司持續優化美國廠 同時持續爭取大型的直銷通路等等客戶 國內法人認為大江的美國廠 2023年營收有機會成長15%到20% 而在中國的市場部分 今年跟利豐一樣受到封城以及總體環境的影響 年衰退幅度近三成 但隨著近期中國政策鬆放以後 除了短期那些對增加免疫有幫助的相關產品 需求非常旺盛以外 後續針對Long Covid商機 大江也積極跟客戶進行新產品的開發 我手邊的資料顯示 預期2023年中國的營收將重新恢復成長 有年增10%到15%的水準 不過隨著冬季疫情逐漸邁向高峰 供應鏈當下確實比較混亂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 在中國營收會在2023年的第二季開始加溫 這也是我為什麼分享給同學們觀察的原因 就是要搶在營收還沒正式反應前告訴大家 那就法人的報告顯示 今年的EPS差不多5塊 明年10塊以上 如果說回到疫情前的水準 2018 2019年大江的EPS 普遍在17塊左右 所以呢它也算是一個長線的趨勢股 節目進入尾聲 鐘琳還是要提醒大家 隨著中國疫情逐漸往高峰起走 原本就被看壞的消費性領域 在第一季就會有很大的機會迎來更大的打擊 再疊加原本就有的戰爭通膨和升息等等地空的消息 同學們這邊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 隨時會有鋪上來的巨浪 不過大家也不用擔心 每週準時鎖定我們的操盤守之路 鐘琳會即時幫同學們掌握最新的市場脈動 那這集的內容差不多就是這些 這裡幫同學們整理一下幾個重點 第一 隨著中國清零政策的鬆綁 雖然短期會讓疫情出現壹波高峰 但這也是社會恢復正常的必經之路 全球都是一樣的 第二個 在疫情發展可預期的情況之下 保健美容產業渴望在接下來變成它是一個實質的收尾股 第三個 持續追蹤利豐 大疆以及葡萄王三間公司 相信在2023年會有表現的機會 最後 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 就是對我們團隊最好的支持 如果有任何想跟我們分享的資訊或鼓勵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謝忠林 我們超判手之路 下週再見 掰掰